立体4-1 这道题的话是一道比较简单常规的设计题 我们先来读题 某办公大楼内廊为线胶 简直在砖墙上的钢琴和凝土平板 这个是砖墙 板上作用的军部活荷载标准值 给的是标准值 是活荷载是这么多 水墨是地面积细丝混凝土电层有这么厚 重力密度这么多 然后板底还粉刷了白灰沙浆有这么厚 这个有这么厚 重力密度也值得 然后现在肯定是要让我们去求它的这个 荷载设计值 混凝土强度等级群 C30 HRB300G 335G干净 环境内别一类设计连线50年 现在让我们确定的是板的厚度 DH 还有这是一个板 那它我们都是取比等于1000毫米 1米宽度来计算 厚度的话让我们来定瘦拉 干净简面面积AS 好 我们现在来求第一步的话是先求它的这个 荷载设计值 它的这个荷载 设计值的话 它是这样求的 它是先 假设这个板后先取80 那它这个截面尺寸就是这么多 1000x80 如果这个80取出来最后我们计算出对 那我们可以后面再更换这个厚度也可以 然后这个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它是一类的 然后它是C30的 所以它插表的话插出来是15 然后它假设的是20 我们也可以假设三四五这些误差不是特别大 好 现在是计算跨度计算跨度的话 因为它这两边都是砖墙 这是混凝土板 然后我们要去查它的复录6 干1 你去查了之后 它的公式是L0加上它的板后 也就是2340 这个就是它的计算跨度2340 好 这个计算跨度也知道之后 我们要去做它的设计值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永久作用是 这个 有三个部分 一是上面的水墨实地面 这是装修部分的 混凝土结构自重 这是我们的结构部分的 下面还抹了沙浆的 这是下一层楼的那个屋顶的 还有一个是火荷宅 这是可变的 就这两部分 可变的只有一个 好 那我们现在来算它的横河宅 先把它的重度 第一个是有30后 我们的重度 30 0.003米 乘以它的22 22是什么 22的话 它是它的自重 重力密度 这是有三次方 所以说这个地方 它是写错了 这里应该是 三次方 最后我们算出来的这个应该是个平方 这是一个面核载 这是一个体核载 乘之后是个面核载 同样的这是25立方米 这是17立方米 乘出来之后是个面核载 那面核载我们要怎么去转换成线核载呢 我们后面还要省一米宽度 省一一米 我们把宽是去一米 最后这个才是0.66 它虽然数值上没有错 但是它的意思 这样就会得到它的一个线核载 数值是没有错的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三个核载的线核载 然后我们还要去我们不让它加算 我们先去把它的核载效应给它算出来 就是M等于1%QL的平方 这个公式去把他们各个核载产生的弯具给它求出来 这个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里 我们把第一个叫 G1K 第二个叫G2K 第三个叫G3K 还有一个是可变核载 叫QK 这样的 这是永久的 这个是可变的 都等于1分之1 乘以0.66 乘以2.34平方 这个等于1分之1 乘以2 乘以2.34的平方 这个是等于2.0.204 乘以2.34的平方 算出来的话 这个是0.45 1.37 0.14 这个也是1分之1 乘以2 乘以2.34 这个是1.37 当我们把核载效应算完了之后 我们再去组合 按照它这个组合 M等于 这些就不要了 它的G0是1.0 再乘以我们的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是1.3 永久作用有三部分 一个是0.45 一个是1.37 一个是0.14 再加上我们的可变的1.5的分项系数 再乘以它的Gamma L1.0 再去乘以我们的可变系数 可变和7 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 最后等于的还是4.6017 这个数是没有错的 只是这样的话 我插这样的话呢 就不是 这样的话 我这样把它写得非常明显 好 弯具已经得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拿我们的两个公式 我们下一页 α1fcbxh0-x2 2 m知道 这都知道 把这个这个x给它求出来 带进去 x求出来之后 是多少 5.63 5.627 5.627 这里已经算穿了 结果我也算了 它是没有错的 它应该是先算出来 这个 它不 我们做题的时候 不要去连力方程去解 不要去连力方程 一定要先把x解出来之后 去和可赛bh0比较以后 h0是80 减去20吗 对 它也是取得20 这样子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要满足了这个条件 不要超级呢 我们才进行下一步 这个是33 那是满足的 满足了之后 我们再进行α1fcbx.fyas 这样去求 然后再去连力它这个 它是把这两个四字连力在一起求了 我们不要喊是最后得出来 还是它这个结果的话 就是268.2 奥米的平方 得到了这个之后 我们要去配金 它是配的多少 我们用的它这个配 它是8200 8200是251 记住吧 8200是251 这个是做结构设计的时候 最常见的一个配板配金 就一般的形态都是828 8200 251 251 251 然后配好了之后 268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配好了之后的话 它把图画在这里 也就是说这个钢筋 这个就是我们的8200 把它画成立体图的话 它就是在这个底部 这样拍的 200200的间距这样拍 这是我们的受力重金 受力钢筋 我们这是个单向板 这个方向的这些点 你们看到这个点 就是分布钢筋 这些 那具体分布钢筋 我们是怎么配 分布钢筋只用构造配 分布钢筋 构造配金 就不去计算它 不去计算它 我就去插表 我们的见据 它是至少要大于等于 就看我们这个后面的 刚才学的这个构造 要求 板的分布钢筋 是我们的板后是 板后是小于等于150的 无疑大于200 这是受力钢筋 分布钢筋 分布钢筋不宜小于4根 每米长度不宜小于4根 我们取的是1米长 就是1000毫米 它不能小于4根 至少最最远的话是250 所以它的距离是小于等于250的 4根250 那我们的这个距离 我们就取它的最大的见据 见据取得越大 我们用的钢筋越少 我们取的250 所以我们在这个分布钢筋的话 它取的是250 直径的话 我们就用最小的6 基本上就可以了 6250 好 这样的话 我们配出来的钢筋 就是这样一个图 就是没有问题的 同样的 我们还要验算它的配金率 这里验算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